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章的第九到十八节 题目是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约翰福音十章第九节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若是故宫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狼来 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 故宫逃走 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个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了 我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 主耶稣基督谈论羊圈的比喻 羊圈是神为羊所提供的保护 而在这保护当中 羊指的是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在以往所指的是以色列民 如今则是指着世上的万民 而牧人是主从万民中所拣选的 虽然说有牧人和羊的不同的比喻所指 但是两者其实都是人 都需要主的拯救和保护 万民需要主的拯救和保护 那么那些被拣选的牧人呢 他们也一样是需要主的拯救和保护 就像我们如今也明白的 基督徒和牧者也一样都是人 牧者也需要主的拯救 并且当上了牧者 也并不一定就是得救的保证 牧者也是人 也有疲倦和信心软弱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的教导 就是我们也要常常为我们的牧者祷告 并且有时也应该给他们一些鼓励 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 可能只是因为他们信主的时间比较早 也可能是他们的信心比较大一点 然而不论是信心的大小 或是信主的早晚 牧人也还是人啊 主在这里说 好牧人为羊舍命 大家都是人 人人都只有命一条 要牧人为羊舍命 就是要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舍命 那可是谈何容易的 或者是说 应该只是说 谈起来容易 但是做起来难 主自己有无穷的生命 连他要上十字架 都是要经历痛苦的挣扎 在克西玛尼园内 苦苦的祷告的祈求 若是可以将这杯挪去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乃是要照你的意思 这也是因为无比的顺服 而将自己的性命舍了 何况是肉体繁胎的我们呢 然而在牧人牧养羊群的过程中 难免会有狼群来犯的时候 那牧人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一个人是被雇来看守羊群的 那他的工钱会有多少呢 值不值得为了那一点点的工资而卖命呢 当然是不值得 危险来了 要快些走了 保命要紧 工钱不要也罢 这是不可抗力 没有人可以追究故宫的责任的 但是真牧人呢 那就是真正的将看守羊群的责任 看作与自己生命同等的重要 这不是说这样的牧人傻 而是因为这里的羊 说指的也都是人 是弟兄姐妹啊 他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 是同等的重要啊 也就是说为了救人的生命才赌上自己的生命的 是啊 真的是要看看是为了什么 为了钱而赌上性命啊 那是万万而不值当的 只有是为了生命呢 才值啊 但是生命也要分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啊 要为他人的生命而舍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违反人类本性的 主曾经不止一次这样说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掉生命 凡为我上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那些放下羊群而逃命的故宫 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而逃 他们终究必将上掉自己的生命 而那些因为主的感召 而跟随主脚步的 是为了主而上掉自己的生命的 那就必然得着主所赐予的 永远的生命 这就是主的道 主的话就是道 就是生命 主甚至告诉我们为何父最爱他 那是因为他将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 为了天父的旨意 而能够将自己的命舍去 父又怎能够不爱他呢 这话对于我们也是适用的 如果舍去的生命就没有了 那就算是父爱我们 主爱我们 那也是枉然的 只是因为主的是生命的泉源 是生命的主 按照主的话舍了生命 是会真的能够再将生命取回来的 而且还能够得着更多 更丰盛的生命的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 阿们